来 慈敏督众 利乐友情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竟是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肢们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封硕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母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蓝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定是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礼拜慈悲三杯水菜 祭佛前大购 恭请占佣法师领咒 日期1月19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点万灯 供万水寄护生 晚上6点岁末感恩舒适饗宴 地点树林菩提讲堂 地址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 联络电话02-2688-5088 02-2688-5088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捷运亚动医院站2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供大众填写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2020年国际短期出家 印尼短期出家 爱与慈悲福会营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活动日期 2020年4月14至4月21 共8天 4月14日中午12点前报道 海外学员请在4月13号报道 活动地点 印尼北干八路三宝佛教中心 地址如下 联络电话037-991-513 037-991-513 参加资格 年满15岁以上 65岁以下 具有正姓正见 愿意服从学习指导 亲近出家戒律威仪者 身形健全者 经审查 面试通过后 将核发通知书 报名方式 1.请上网下载表格 填妥后传至 live tv.net at msa hi net.net 2.洽询下列单位 索取报名表 填妥后送至各地 并在3月10号前 统一会诊寄回秘书处审核 3.海涛法师慈悲日夜 秘书处电话 加886-3989-9319 地址 台湾一兰县三新乡三新路 二段20号 台北生命道场电话 加886-2-2550-9900 印尼联络人 电话 加62-852-6577-7577 红淑丽 汪慧纳 电话 加62-822-8628-2345 李慧珍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 旨 恰寻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慧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不断的思维 思维也希望各位你自己来听口 然后你已经认识佛教 你又有义务跟你的父母 家庭 朋友 要给他们讲解 你不要说这个是出家人的事情 出家人也不见得会讲佛法 因为他不想思维 他也不想去跟人家讲 然后他出家的力量就很小 所以一个救火队的消防队的队员 他不去跟人家灭火 那这样做消防队就不对了 消防队要有灭火的能力 你要懂得怎么灭火 所以我想不分在家出家 大家要有讲法的能力 讲法 而且讲法有深跟浅 在什么时间讲什么样的佛法 让对方能够了解道理 要用辟喻的 用故事的 用智慧的 观想的 所以各位你要经常去思维 所以佛经你看不见就什么 念是收乎 然后这一步听 又思维 那你就了解了十二因缘法 所以了解以后 我不要轮火了 轮火你如果无名你就轮火 我就要无名灭得生命 所以呢 你开地毁了 就知道说 这世间如空中花水中叶 这世间这都是繁华 架的现象 这不必要为了这些快乐 你今天溅乱来 觉得很快乐 那叫做无名来 你今天去用棒扇 觉得很痛苦 那也无名 因为这个快乐痛苦 这不过是一个感受 无受想行事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 男伙给你打破了 哦 漂亮就漂亮 你看到我叫我背起来 这样 这个就无名爱念过来 这跟改革都没关系 这跟逐笔都没关系 就是一个五十 我希望让人说 我很漂亮 很年轻 很年轻 我现在五十岁看起来 好像二五岁 我成功了 我这样 扭皮扭得要死 运动变得要死 现在人们都说我五岁 我二五岁 都当作 我是我们女儿 会接着 我很快乐 那这跟改革有关系 这跟逐笔有关系 这就叫做无名 一个人有五十 他就整天在没用这个 所以各位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现在所谓的快乐 是你的我直无名 还是你的快乐 是来自于智慧慈悲 所以像各位今天你去放身 思识 哎呀 那个很快乐 那个利益这种什么 你没有想到你自己 今天你去思识 你百八公分的聚头情 百五聚后面 没有这一点 比较漂亮的可以担 比较美的不要担 没有人在管你这个 所以你要一直 你要去想 想帮助重心 那自己不要有这个无名五十 要经常去思维 所以佛教里面真好 那么修行人 大家都很单纯 正知正见 你到道场来 你会开智慧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菠着菠萨 民摩赫满 Be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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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